這個賴岳謙他說他在軍隊服務幾十年 我太了解台灣的軍力了 他說台灣的武裝裝備比起中國的世代差差了一到兩代 然後至於他最後一個結論叫做 你現在國軍叫做披著老虎皮 可是你根本就不是老虎 這點我跟我們這位前輩我有點意見相左右 因為他退伍的時間應該比如我早個十幾年 那在座應該我退伍的時間最晚 我才退伍四年多不到五年的時間 所以現在我們國軍的戰力我應該最清楚 國軍的戰力與否 我們如果跟解放軍比數量 那沒得比 我們跟解放軍比數量則沒有辦法比 但是比一對一不會輸 我一台戰車跟你一台戰車 我一輛一架飛機跟你比一架飛機 我一艘船跟你拼一艘船 我一顆飛彈跟你拼一顆飛彈 一對一絕不會輸 這我講出來我負責 我們跟解放軍一對一絕對不會輸 那這問題就出在於 解放軍這這麼多的人 他會把所有包含俄羅斯周邊 把所有鄰國周邊 一萬多公里周邊的軍人全部撤掉 然後來打台灣嗎 那他又不是瘋了 他如果這樣做的話 俄羅斯最高興了 他直接踢正步就進來了 對 所以說他能夠對付台灣的 就是那個73集團軍 就是針對台灣當面的73集團軍 那你73集團軍 你有沒有這個本事 可以跟我中華民國陸軍 做正面對決 你有沒有辦法跟我中華民國的空軍 做正面對決 一對一 台海就這麼小 台灣海峽就這麼小 當賴岳謙他表達說 我們軍隊都是紙老虎 你服不服氣 我不知道他是用他自己的經驗 來看待其他的人 但我相信這個言論 可能不只是這個 我們北程學長沒有辦法接受 我不能接受 我想現在整個國軍 大概聽到這個言論 大概都無法接受 因為很簡單 是不是紙老虎這件事情 不是我們任何一個人 可以作為評論的 因為這些對這個現在部隊裡面 其實也是不公平 所以我反而這樣覺得 就是說有一些人確實不斷的 就是在評論這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他是不是有特定的政治立場 或者是特定的說法 就像我們大家一直仔細講說 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台海的這個威脅 來自於大陸的挑釁 但是有些人就會來講說 你看你台灣就是要發展這一些 你們的船又老舊 又不能夠打或怎樣 那我不知道說 如果大家不覺得這叫唱衰 那什麼叫唱衰 所以我反而這樣看 就是說這些評論的人 如果他有更多的力量跟時間 拿去告訴中國大陸講說 你現在這個做法 對台穩定是不夠的 是不對的 我相信大家對他的質疑 不會這麼多 我滿懷喜悅的為你命名與職評 感謝你將成為我國的海上堡壘 所謂中華民國的海疆 總統蔡英文用戶國神山 玉山命名 最新的紅運計劃 兩棲船務運輸艦同時進行直平儀式 象徵海軍兩棲作戰生意軍正式下水 新型兩棲船務運輸艦 除了是海軍第一艘萬盾級的兩棲運輸艦 有了這艘運輸艦的加入 一定能夠強化我們海軍執行任務的能力 讓我們的國防力量更加的堅實 對海軍期許更對台船國艦國造再度邁入新里程碑 予以肯定尤其這艘玉山軍艦 可說是台灣既盤石軍艦後少數萬盾級軍艦 更是被說是美軍聖安東尼級的台灣版 最受瞩目的是軍艦度量超大 可搭載超過20輛AV-1兩棲攻擊車 另外還有LCU以及LCM登陸艇 進行人員快速登陸作戰 甲板也可以同時停放兩架直升機 可進行奪島作戰計畫 雖然說余將軍是陸軍退役的 但是我們剛剛看到是海軍的部分 這個兩棲運輸艦下水叫做玉山艦 他有一些期許說希望可以 那種比較高的那種感覺 那我請教一下 這玉山艦它的戰力如何呢 怎麼樣來看 你看到下水之後有沒有感動的感覺 其實我想感動應該是陸戰隊的 海軍陸戰隊看到這一艘 玉山艦下水應該會感動 因為其實我們國家的陸戰隊來講 長期缺乏一個所謂的 兩棲船屋的登陸艦 我們現在有的是叫做中置號 那已經很老了 那個已經50年了 已經服務50年了 比我們在座很多年紀都要大 服務50年了 其實它本來就要除役 它早就該除役 但是為什麼沒有除役 因為沒有獲得新的船 所以當時本來有幾個想法 是第一個跟美國買 買回來之後我們來用 但是美國買的頓數不符我們的需求 我們希望是一個超過萬噸以上的 一個兩棲船物運輸艦 這個運輸艦其實你為什麼很多人說 坐這個船應該沒什麼高技術 對 沒有什麼高技術 但是沒有技術還真做不出來 因為它的尾巴是可以打開的 它跟一般的軍艦不一樣 一般的軍艦是 你說登陸艦是頭可以打開 叫開口笑 讓這個船可以登陸 它的頭是不能打開 它是尾巴可以打開 它為什麼尾巴可以打開 它的船尾可以打開 它的船尾打開可以讓船進去 它就是說它的船尾打開可以進水 這個船進了水還不會沉 它進了水讓小船 可以直接開到它的船肚子裡面去 讓它開進裡面 可以開多少LCU 就是我們以前去外島搶攤的那個船 可以進去一艘大的 然後小型的LCM 就是我們看到那個搶救雷仁大兵有沒有 在洛曼蒂登陸的那種小LCM 進去四艘 可以進去四艘 還有這個陸戰隊最新買的AV-7拐拐 那個叫做兩棲突擊戰車 可以進去九輛 所以說它的肚子也可以在 等於說在一個陸戰隊的 一個小型陸戰隊的戰力 也不小 200多人 可以載 200多個武裝士兵 那這艘船對我們台灣有什麼重要 我講以前大家覺得說 曾經有人講過陸戰隊乾脆裁掉算了 因為我們搞的是首次作戰 可是現在我們還有東沙 還有南沙 我們還有外島 就是我們還有所謂的 龜附作戰的一個想法 什麼叫龜附作戰 就是萬一被敵人偷走了 搶走了 奪走了 我們要把它搶回來 那如果你沒有這個御三艦 沒有這種兩棲船路登陸艦 我要怎麼樣把陸戰隊的人運過去呢 所以說你用軍艦路運不行啊 運到那邊難道每個陸戰隊 跳海游過去嗎 那不行 那太遠了 所以它一定要有這種兩棲船屋 它帶著小船 帶著突擊登陸的戰車 帶著陸戰隊的人員 它才可以對我們的離島外島 實施應援的作戰 在兩棲等街上 跟你們相關的程度 無視機先回家 然後請個人 在上市 我們有小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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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小飛行